对于家庭与亲情 他们是这样看待的 我跟他有一次 就是特别深刻的这种 敞开变成自己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电影叫 In the Name of Father 他就看不懂我 他说你为什么哭呢 我说你不理解吗 我跟他发话 我说你看这老爸 是为了儿子把自己关起来的 这老爸说自己要拼了命 也不能让你的这种幼稚和单纯 在监狱里受气 所以那个时候是 他才觉得 原来老爸还会这么非理性地 要求我跟你看的一个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俩就觉得 真的是可以变成好朋友了 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 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觉得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 我其他做的事情意义都不大了 家庭永远是我 什么事情都最想分享的一个地方 我们之间有一个女儿 她安枕无忧不是我的期望 她最好是有很多创伤 磨练 挑战 压力 您希望她有很多挑战 经历一些磨力 磨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成长 但是最终 是不是还是得安枕无忧 还是说她应该一直这么受磨力 是啊 应该是这样 最好是这样